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不是咖啡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天出外景 我們到了台南的翠行咖啡館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叫做手沖茶 這個東西它算是台灣的12個農民 他們都是自茶的 他們跟政府相關單位做了一個合作 就希望把台灣很厲害的茶 能夠藉由這種茶粉包的形式 然後把它進到我們的咖啡館跟日常生活之中 因為我們常常會覺得在咖啡館 我們手沖的過程很帥 然後感覺起來我們有被服務到 然後消費者無論是喝到或是看到都覺得很開心 那手沖茶是不是可以有同樣的形式 然後藉由一個咖啡師的專業職能 搭配這個自茶師們 他們認真的把茶的風味做進這個茶粉包裡面以後 用手沖的形式來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今天我們就在翠行咖啡館 為大家示範這個手沖茶該怎麼樣做 並且融入我們的咖啡館日常生活之中 那我們今天全部有12包 那學長會用兩包來做介紹 首先第一個會用V60 第二個會用心馬 這都是大家咖啡館裡面都會有的東西 OK 那我們就準備來開始沖手沖茶囉 那我們就先開始來做V60的沖煮 那我搭配的是這支學長推薦的碧羅春綠茶 它的風味喝起來很複雜很特殊 有豆沙的香氣 我們就用V60來呈現 那首先呢我們使用的器材 跟我們平常用的咖啡館都一樣 電子襯 下壺 濾杯 然後濾紙也是一樣的 然後溫控壺 這都是平常大家會有的嘛 所以其實你在使用的過程之中就不用 額外買其他的設備 只要有這個茶粉包就可以了 好 一樣把我們的濾紙 放到濾杯裡面 然後呢 這個茶粉包呢 每一包大概是5克左右的 很細的茶粉 把它撕開以後呢 倒到我們的濾杯裡面 一樣把它稍微拍平 然後水溫大約是96度左右 當然可以控制一下 那溫度越高它萃取率會越高 可以自己控制一下 那我覺得96度呢 可以表現很多茶的香氣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呢 好 一樣 步驟都一樣 把我們的時間跟重量都歸零 好96度 然後呢 我用的是細口符嘛 比較好控制水 然後呢 時間按下去以後 就進行悶蒸的動作 但是注意哦 給水大概給到10克左右就好 不要太多 讓我的茶葉呢 都有徹底吃到水 然後呢 就讓它做悶蒸動作 這個動作是我們 這次成敗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所以大約要悶50秒到1分鐘 所以哦 因為你悶蒸的時間越長 它的茶葉比較容易展開 展開以後後半段 整個風味的萃取呢 就會很完整 所以這一點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的是 它比咖啡的時間還要再長一點 大約50秒到1分鐘 像這個碧羅春呢 我覺得50秒左右就OK了 那有些茶呢 如果你有12款嘛 我有測過大家1分鐘 或1分10秒的 這個就可以根據個人的狀況來做調整 好 那現在大概是47秒了 好我們準備第二段呢 我們給120cc 小繞圈 小繞圈 用小水 然後繞圈的速度呢 可以稍微快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如果速度快一點的話呢 它可以讓我的茶葉稍微有一點點翻角 然後我的茶葉呢 整個會展開 會展開得更漂亮一點 一直給到120 連剛剛悶蒸的10cc 大概是加起來120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段呢 會發覺說我的茶葉已經完全展開了 等水全部流完的時候 我們就進行第二次的沖煮 好一樣呢 繞外圈 一樣是小水 這個時候你在沖的過程之中 你會覺得 我的茶葉好像已經 整個都展開了 跟剛開始的時候很細碎的感受都會差很多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浸泡的狀態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茶葉呢 還沒有完全展開 所以呢 它的 它會感覺起來是會浮在水面上 然後第二次開始呢 就是會整個進入浸泡狀態 然後等到240的時候 等到全部流完 我們沖第三輪 第三輪的時候 就可以用稍微比較大的水 讓我的茶葉呢 最後做一點點尾巴的填感 但是呢 不要浸泡過久了 到360 好 因為最後用大水的情況之下呢 我的水呢 會比較快速的經過我的茶葉粉末 所以呢 流完的時候的時間可以控制到 大約在2分20到2分30秒 是最完整的 那如果你沖住過程中 不小心 超過2分30秒的話 可以 提前把我的濾杯拿起來 可能最後的10CC 或是多一點點的CC素 那就不要了 這樣子的風味會最好 然後就可以收到這樣 一壺大概是320CC左右的 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顏色喔 這是碧羅春的茶 好 那我們就可以 用這樣子的茶的展演的方式 以及非常好的風味呢 我們就可以展現給我們的 一般的消費者 可以看到 這樣子一套 就是很棒的一個手中茶囉 OK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第二次的 叫做清香烏龍 這支烏龍茶真的香氣非常的經典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們使用的是星芒濾杯 因為星芒濾杯大家都知道嘛 它的香氣的集中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配合這種香氣呢很強勁 然後整體喝起來不要太複雜的茶呢 用星芒的來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一樣 我們先準備一個下壺 然後星芒濾杯 水溫的部分呢 一樣用96度 我覺得96度是一個不錯的溫度 它可以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讓我的茶葉的整個 整個吸飽了水後展開 所以可以用高一點的溫度 太高溫度又容易苦澀啦 所以我覺得用96度還是不錯的 一樣把我們的濾紙準備好 這個步驟其實大家應該 咖啡師來說都是很熟悶熟爐的啦 因為畢竟就是我們日常生活嘛 好 把濾紙放進去 好 手沖茶 也是5克左右 每一包都是5克 所以你的粉水筆呢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那沖法上面呢 星芒跟V60我設計的沖法有一點差別 因為我希望的 如果你是比較簡單的茶瓶 我就希望表現比較多的香氣的 就可以用心芒來做 我們既然是身為咖啡師 我們要把飲品的一些質感 一些特色表現出給消費者 我們還是要為了一些特殊的品項 來做一些小修正 這樣子呢 其實可以表現出各位的功力 好 96度好了 然後我們的茶也準備好了 一樣齁 整個步驟有點差別 一樣先做悶蒸 悶蒸的部分是一樣的 一樣大概10cc 都把拆進去就好了 不要太多 然後呢 等時間要稍微長一點點 因為星芒的整體流速 會比V60在查的情況之下 會更快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悶蒸悶到1分10秒 1分10秒就可以了 那待會呢 我們就用兩段沖法 剛剛V60是三段嘛 120 120 120 就可以做前中後 但是呢我們心芒只做兩段 就是前後兩段就好 所以我們第一段呢 我們要給240cc 這麼大的莫數 讓它的香氣一口氣能夠被逼出來 然後後面120呢 我們就做一點甜感 讓它回甘很強勁 這樣就很舒服 就不會太複雜 所以呢就可以根據不同的茶 像這次有12款茶這麼多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的茶 來做不同的設計 我是自己分為兩大類 我覺得這樣子呢 對於消費者來說的 接受度是很高的 很容易理解這些茶農 他們種植出來的這些茶 背後想要表現什麼樣的風味 好大概1分5秒了 1分10秒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 小水 然後慢慢的讓我的 西芒濾杯開始淹水 淹到240cc OK 好 開始給 中小水 然後你會發覺說 用西芒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水會比V60淹得更快一點 那一樣繞圈的速度呢 我們稍微快一點沒關係 比一般的 手沖咖啡再快一點沒關係 因為它可以讓它的茶葉呢 徹底的經過翻攪以後呢 會有很明顯的茶葉展開 那對於它整個香氣的萃取 是很有幫助的 240 OK 一下就淹到很高的位置 然後 流速也蠻快的 那這一段呢 流速快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青香烏龍的很多的香氣啊 蘭花的調性啊 能夠徹底的擠出來 那這種 有花香氣的茶 其實對於消費者來說 是應該很有感受度的 就像我們 一些 好的咖啡豆油 當然有出現花香的時候 消費者是很有感覺的 好 那全部流完以後呢 大概2分鐘多一點 第二段的水呢 就可以小一點 然後給120 就最後 用一點點小浸泡 流速比較慢的小浸泡呢 讓我的茶粉裡面的甜質呢 能夠被萃取出來 360 好 最後這一段呢 流速會比較慢 因為明顯得到 我有一點點小浸泡的狀況 那就是故意讓最後 把它的甜質再擠一點出來 那這樣子的風格 那你會覺得說 前後兩段的 吊性很明顯有差異 那大概也是控制到2分半左右 會是比較好的 如果超過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把它拉掉 因為畢竟茶葉如果泡太久 還是會有一點色感 我們盡量避免這個問題 完成 可以看到 這個是清香烏龍 OK 好 我們一樣可以用 平常的手沖的工具 或是容器 然後呢 為我們 手沖茶呢 做一個很好的沖煮的展示 好 這個是 清香烏龍 OK 好 那我們兩杯都沖完了 那我們來試喝一下 這個是 畢國春 喝下去就是 濃濃的 豆沙的調性 而且後半段 綠茶的整個複雜度非常高 像學長就會覺得說 如果是我要出杯 可能會搭配一些 古物調比較明顯的 麵粉調比較明顯的 像以我們脆型來說呢 我可能會搭配的就是 芝麻費南雪 就是它的香 加分效果呢 應該會特別的好 那這一杯呢 是 清香烏龍 那就明顯的花香氣 那我就會選擇的是 巴斯克 我們伯爵莎巴斯克 配這種有清香氣的 茶瓶的話 一定會非常的加分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 這是手中茶的一些示範囉 那我們也希望說 如果未來的 各個咖啡館裡面呢 如果都有這種 很有趣的手中茶瓶 可以為我們的咖啡館 或是我們的平行生活 帶來更多有趣的 新的體驗囉 OK 那我們就今天影片到直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